我的天呐,你在超市的榴莲堆里,捡到过这种QQ淡淡的榴莲吗? 有个小伙子把它带回家捡开,没想到竟然掉出来一个金链子,扯出来后竟然是一颗迷你金榴莲。 把这颗榴莲打开,里面还有金色的果肉,真的是太神奇了。 超市里面竟然能捡到软公子的小榴莲,要主要的是,这块小榴莲里面竟然能抽出黄金小榴莲。 也是这个拇指大小,什么打开,里面还有黄金果肉呢,这也太神奇了嘛,还干什么,马上去超市找一个。 早知道了,榴莲给你们找回来啦,我可是跑了三家水果店,每两个全是没熟的榴莲啊,我跑了四家超市,找到的可都是熟透的榴莲,给你来找找里面的黄金小榴莲呐。 好的嘛,我上三个榴莲,有两个是十分熟的,看这个好像只有八分熟,那我先来拆这个八分熟的好了,看你的小榴莲全身布满了秘密麻麻的字,捏起来也太软了吧, 咱们来捡它的小啾啾,我鸡,不会吧,这个就被我发现了,咱们把它拿去洗干净。 猫子呢,我以为它是个榴莲,没想到竟然是个西瓜,它还是一个西瓜弹弹球呢,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西瓜裹肉呀, 什么,你的榴莲里自然抽出了个西瓜,你来看一下,你这没使得榴莲有什么吧,如果不说它是榴莲,我怎么感觉这里啊,桑绿子的松柿啊,虽然上面都是字,但是捏起来一点都不自熟, 我捡,我捡,看看里面能抽出个啥,一颗绿子的东西,这是绿柠檬,哇,这个绿柠檬水弯弯的样子,好可爱啊,可惜只是一颗弹弹球啊,我抽到了一个柠檬,里面该不会都是弹弹球吧, 让我一口气,把两个榴莲全部消灭掉,先来解第一个,我开,我开,榴莲榴莲,出来吧, 哎呦,吃黄色的,看来这个真的是榴莲,干嘛去吸一下,屈黄一枪家人们,以为是榴莲,结果给我来个橙子,看这个小橙子,跳得多高啊,咱来看看,第二个榴莲,使劲一捏,咱们感觉它像一个在生气的河豚啊,希望这个里面一定要有榴莲啊,来请给小鹿我点点菜子吧,这个是火龙果,里面都责密密麻麻的,反正我的名气口就这样都要犯了,不知不觉,我都收集到三枚水果摊摊球了,你们最喜欢吃的水果是哪个呀, 一张黄金榴莲就在我手上的这三个榴莲里啊,你看你这么看啊,咱们再来一颗青色的,煎,煎,一些乔鱼,呦,这太不可描述了吧,找一找,嗯,没有,别急,咱们还有两个榴莲呢,快点,挤出来,嗯,这个是,啊,蜜蚝桃,你俩的颜色果然很像啊,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是柠檬好吃还是蜜蚝桃好吃呢,现在只剩最后一个了,我一个的给我真真心啊,小伙伴们,赞赞点钱啊,咱们开始, 一边,刚点开一个口子,然后就露出来,嗯,这是什么东西啊,黄金榴莲,我来抽一下,我抽,哎,黄金榴莲,还真帅,洗干净以后,就可以看到它的卢山之夜幕了,咱们想和黄金榴莲一样啊,咱们来看看,它是不是真的能打开,OK,哇,里面真有榴莲肉啊,给我看看呗,里面的果肉还能拿出来呢,也不知道这么小的果肉能不能是, 小伙伴们,这只小榴莲真的是太精致了,哇,好闪啊,我也好想要啊,我得去超市里找一找,哎呀,我没有,没说过榴莲了, 我没有,没说过榴莲那就还好,没有,没说过榴莲,我打开了